大家好,我是蓝子王 今天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这道mergeintervals 这道题的意思是说呢,我们给了一个interval的array 比如说像这样 然后呢,我们要做的是将有overlap的interval进行合并操作 最后得到呢,就是这样的一组interval 我们这一块就是我们需要做merge的这一部分 我们举个例子,当然其他部分也有可能有merge的操作 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道题怎么做 对于这种有起点终点的interval的题 大部分情况下 画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起点终点进行一个重新的排序 就是它这个顺序其实并不影响我们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这块有起点 一二三四 这边是终点 一二三四 我们把这个组合啊,我们重新进行一下排序 就是我们起点按照有小到大顺序排 终点按照有小到大顺序排 然后重新构建一组interval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起点在这儿 第一个终点是三的位置的 所以我们这样一个interval 第二个起点是这块 第二个终点是这个位置 所以第二个是大概这样 第三个的起点呢是二的起点 第三个终点呢是一的终点 所以第四个起点当然就是四的起点 然后最远的终点啊就是四的终点 所以在我们重新排序重新构建之后 我们这四个interval变成了这样 虽然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些属性完全是一样的 比如我们做一个merge 我们找到最前面的起点跟最后面的重点 把它们merge到一起 在我们重新排序之后 这个merge出来的结果完全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啊 像我们有一道meeting room的题 就是说会议是起点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然后让让我们求最多我们需要几个meeting room 那像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四个meeting room 那么在我们重新做的这个排序之后啊 我们还是同样需要四个meeting room 所以这个性质也是不变的 好那么回到这道题啊 我们看我们怎么进行这个merge 首先我们给了一个数组都是intervals 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先做排序 我们把起点 生成一个数组 所有的终点生成一个数组 然后就做我们的自然顺序的排序 好然后我们得到的起点就是 比如说 我们起点就是1234 那么终点呢可能是 咱们这个换一个数字吧 为了清楚一点 我们叫1468 那我们的终点呢 分别我们假设啊 不是这个例子 假设我们的终点是2 5 第三个终点可能是9 第四个终点是10 所以我们构建出来的是1到2是一个 4到5是一个 或者我们就改成4到7吧 这样有一个merge操作 4到7是一个 6到9是一个 然后8到10是一个 这四段进行merge 那么我们在取结果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便利这个数组 我们一组一组的数进行看 好首先第一组起点是1 那么我的终点跟下一组的起点比 发现比下一组的起点小 那证明 这一组是一个单独的 我们就新建一个interval 然后加到我们resout里面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下一个interval 起点是4 这个终点7 比它下面一个interval的起点要大 那证明他们两个是有overlap的 那么我们保留这个起点 我们的终点呢 要取下一个interval的终点 而这个interval的终点 再跟下一个interval的起点比 发现比它还大 证明他们两个之间也是有overlap的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interval的终点 再跟下一个interval的起点比 或者我们便利了所有的终点 所有的interval 然后呢 我们新建一个interval是从这个起点 到这个终点 是4到10 然后加进我们这个结果中 这样就能得到我们的结论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代码是如何写的 我们看到我们先定义了这个resout的list 然后我们两个数组 一个记录所有的start 一个记录所有的end 然后我们给这个start和end 复制 所以我们便利了一遍我们给的input的interval 然后把他们的start和end分别 给到我们新建的数组中 然后进行排序 然后进行排序 这时候我们就已经生成了一个按自然数排序的start 跟end 然后就开始我们这个一组一组进行比较 我们看到I是从零开始便利每一组 这个起点终点 那么我们起点呢就是当前interval的起点 然后这块就是我们比较当前interval的终点和下一个interval的起点 注意这是I加1 所以我们比较的东西就是当前interval的终点和下一个interval的起点 比这两个起点 如果当前终点比下一个的起点大的话证明是有重叠的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么我们做的是I加加 注意这个时候我们start这个值是不变的 我们就一直找直到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interval 我们把终点的值取上 就是说我们取到了这个终点的值 我们有了起点值有了终点值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interval 然后放到result里面 然后把I向后移动一围 直到这个well循环结束 我们得到的result就是我们要求的结果 好 那这道题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在我的微信留言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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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